4月16号,以色列特拉维夫红线轻轨项目首列车在长春下线,这是中国100%滴滴版列车首次出口发达国家,列车研制方中车常客介绍,这是世界上目前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轻轨车辆。 此次下线的100%滴滴版列车采用流线型设计,通透的前挡风玻璃与司机侧窗融为一体,车体采用白色,灵感来源于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,以色列特拉维夫白城。 据介绍,列车采用防暴设计,车顶使用封闭式圆弧形外罩,如有炸弹落入车顶,将沿着弧线滑下,列车底架钢结构采用非磁铁性材料,可防止磁力炸弹吸附在车辆底部。 车窗安装防暴玻璃,能够承受石块和燃烧瓶爆炸产生的冲击。 这个车的安全性也是完全符合欧洲标准的,而且我们的安全审核不光是业主,包括它整个欧洲有一个后台的团队对我们做相应要求,包括以色列的交通部也对我们进行了审查,我们是每次都是过关的。 此外,列车运用了碳纤维、分泉树脂、铝复合板、纸蜂窝等多种新型材料,使得列车重量成功瘦身。 充电机采用碳化硅功率器件,有效提升系统效率和减低重量,减重幅度达60%。 中车常客表示,首列车的下线将产生中国轨道交通产品示范效应,有助于常客制造辐射欧洲高端市场。 特拉维夫市区面积52平方公里,拥有以色列全国的四成人口及一半的工作机会。 全长23公里的特拉维夫红线是以色列第一条轻轨线路,计划于2021年正式开通运营。